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是名词 后面是名词 这肯定就是一个白扫德 祖国的花朵 祖国是在前面是名词 花朵在后面是名词 那么祖国是花朵的定语 是不是 这个花朵是祖国的 不是外国的 不是大自然的 这里的花朵是双关语 是指儿童 是指接班人 刘春掌家的狗在教 刘春掌家是名词 狗是名词 刘春掌家的狗 刘春掌家是狗的定语 这个狗是刘春掌家的 不是王春掌 不是攀春掌 也不是一般村民的 这里是太阳的故乡 太阳是故乡的定语 提土盘的德 通常放在形容词的后面 动词的前面 形容词的后面 动词的前面 你只要看一下这个词性 就知道了 准确的说 说是动词 准确的就是形容词 深情的撞击 撞击是动词 深情的形容词 喇叭出乎意料的想起来 想是动词 出乎意料是形容词 刘春掌的德 通常用在动词的后面 形容词的前面 跟提土盘的德有点相反 这个德通常在动词的后面 干的实在好 好是形容词 吃的珍宝 宝是形容词 吃是动词 干是动词 打扫是动词 干干净净是形容词 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且双人盘的德 你要记住 它后面的词 基本上可以重叠 如果这个词不能重叠 那肯定你的双人盘的德 用错了 像萧红 萧军 这都是鲁迅发现培养的作家 萧红是黑龙江人 他的老家离哈尔滨不远 他用词就很准确 又很 今天讲很另类 就是很独一份 你看他这个后花园我去过 他的父母亲不爱他 只有他的祖父很爱他 经常带他到那个后花园 那不是后花园 那是后菜地 他的院子后面是一个菜地 住房后面 各种花 把园子里炫耀的闪眼 他形容炫耀 把六月夸奖的 和水滚着那么热 六月 六月是夏天 他这里讲的是农历 也就是七月 阳历七月 公历七月 那是盛夏 所以说花开得很灿烂 那么这个六月就因为这个花开得灿烂 就把这个六月像夸奖一样 热烈地夸奖 他不讲热烈 他讲像水滚的一样 废水 讲一个人忧伤 萧红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有这样形容的吗 忧暗的沉醉在自个人的悲伤中 忧暗的沉醉 他不讲沉浸 他也不讲我们大众经常用的普通的形容词 忧暗 在这里能够表达悲伤的程度 生活中间有很多的语言 貌似准确 但是毫无用处 尤其我们是一个盛行口号的国家 很多的标语口号 很有 很准确 但是大而无淡 一点用都没有 比如说 这是我亲手抄下来的 2005年9月29日 我在福州北大陆上广告牌 不锈钢做的广告牌 一个北大社区办 就是一个居委会 五州共建和谐社会 四海同住平安大道 这个从对联的对战来讲 那是无比的工整 五州对四海 共建对同住 四海对五州 同住对共建 平安对和谐 大道对社区 无一不工整 可是 一个小小的居委会 它做得到五州共建和谐社会吗 美国能得到你去建吗 就这种空话 以后少说 包括下面这句话 一切为了孩子 你千万不要被他忽悠的 社会上 没有一切为了孩子的事情 最爱你的是你们的爹妈 你们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他也不可能一切为了你 他首先自己要喘气 要吃饭 爹妈要去工作养你们 一切为了孩子 一切不准确 表面准确 实者不准确 这种的准确 不要也罢 包括这里敦煌 大西北的敦煌 也不缺少标语 这里的标语是 加强消防工作 建设平安敦煌 消防建设好了就平安了吗 就敦煌就平安了吗 像这种口号要少用 大家要加深语言准确性的印象 韩信 大家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他的下场很悲惨 他死于女后之手 而且被萧和骗到了宫廷里去 韩信死的时候是身守异处 所以说韩信有两个墓 一个是在长安城 刘邦 北方叛乱 刘邦率领他的主力军 去北方平叛 这个人叛乱 女后在家里主政 他怕韩信趁机造访 他就叫韩信到宫里来 韩信对他很警惕 他知道刘邦夫妇要杀他 要害他 他不去 然后 萧和就奉女后之命去了 韩信对萧和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说韩信死了以后 所有的晚年 只有这个十个字的 一对一副晚年 对韩信的一称 概括得十分准确 生死一知己 这指的谁啊 萧和 是萧和发现了他 萧和 没有发现韩信之前 韩信在家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虽然长得高高大大整天配个剑 连流氓无产者破皮无赖都瞧不起他 说你整天背这个剑干什么 你有种拿剑把我杀了 你不敢杀我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胯下之辱是这么来的 韩信乖乖地撞过去 韩信没有饭吃 就跑到他发小 一个亭长 亭长就是历史上最小的行政单位了 村长下面还有三四个亭长 一个村里面小的话他管几户人 多的话管十几户 这叫做亭长 他跑到他家去混吃混喝 人的老婆不干了 家里很穷 孩子又多 没办法 你个子又大 把我吃穷了 天没有亮 老婆就起来把饭烧好了 把孩子一个个都摇醒来 稀里糊涂的还没有醒 把饭都吃完了 等到天亮了 韩信来了 不好意思 我家早饭已经开过了 如是者三 再傻的人都知道 韩信信信而去 他怎么样呢 他就自己去钓鱼 坐到桥头去钓鱼 想钓上鱼来冲鸡 鱼也钓不到一头 他就看在河里面 一群嫖母 一群女的 其中嫖母在其中 在冬天结冰以前 河水没结冰的时候 要赶快洗这些湿脂品 洗得冬天好去仿制 岁数最大的嫖母 看到这个韩信 牛高卯大的坐在桥栏杆上 钓鱼一头也钓不上来 中午吃饭 人家节约时间 中午不回去 带着饭来吃 嫖母就把自己的一拨头的饭 剩下一半 拿给韩信吃 吃到第三天 韩信感激替零地对嫖母说 我日后如果发达 我一定用千金谢你 这是他的原话 千金 无论是一千两的金子 还是一千金的金子 这是很重的理 这个嫖母听完了 不但没有感谢 还唾他一点的唾沫 骂他 说我是要图你的回报吗 我实在是看你可怜 长得这么大大的一个男子汉 不去建功立业 在这里混吃混喝 无所事事 恶赖子一样 说得韩信满脸羞愧 他就出去了 出去了他就投奔项羽的军队去了 不为项羽所重用 他就投奔了刘邦去 也不为刘邦所重用 他就要再走人 就被萧和拦住了 后面的故事你们就知道了 所以说生死一知己 存完两妇人 这下就知道了 先有嫖母 后有女后 让他活下来的是嫖母 让他死掉的是女后 韩信后来成了大将 项羽的部队就是被他杀光的 没有韩信 哪有刘邦的天下 哪有汉式的王朝 韩信衣锦还乡 凯旋了 他第一个谢的人 就是那个嫖母 他兑现他的诺言 他拿千金谢他 然后就是那个破皮无赖 人家说韩信回来了 你还不赶快逃 你别讲 流氓无产者就有这一点 毛泽东说过 我们红军的队伍 里面有很多就是流氓无产者 穷得一穷二白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死 这个破皮无赖想 我往哪里逃啊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就不走 我就坐在家里等死 韩信就佩服他这一点 不但不杀他 还感谢他 当年不是你刺激了我 也没有我的今天 看你还不怕死 还是个汉子 就把他招进来 做他手下的下级军官 那充分陷阵 剩下那个亭长的老婆 有这么愚蠢的 人家讲头发长 见识短的女人 确实有 他还要挤到人群中间 挤前面去 对韩信说 你还记得我吗 韩信 你赶快离开我的视线 是不是 人在落难的时候 是需要一只伸出来的手 你不但不救我 你还把这只手收回去 你这时候还想来讨分散 我不看在跟你男人 是发小的分散 就把你一锅都煮了 这就是 存完两夫人 然后韩信被吕后 被萧和骗进了宫里面 萧和是忠于汉式的 骗进去后 很可怜 这么高大的一个汉子 一个英雄 杀死在一个 纯犯边中的侧室里面 就小房间 犯边中的小房间 然后 吕后为了 让她丈夫早一天 犯心 在前方 这个这个评判 就把韩信的脑袋割下来 派人快马送到前线去 结果跑到了 山西临时这个地方 陕西离山西很近啊 就隔壁 临时在哪里知道吗 临时县 在绵山 绵山就是 戒子推活活烧死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节日 叫寒时节 因戒子推而生 是吧 就是在绵山 戒子推是 晋文宫的大功臣 晋文宫是从耳 从耳 这不是说他耳朵很大 很重 重耳 从耳朵的眼睛是双 他有双个眼人 过去讲一个人 非同一般的人物 都讲他有意象 有没有 像那个刘备 说他手膝 膝肠 这个手膝过膝 我一想手膝过膝 我最多到这里 你们试试看 那如果过膝 那就是肠碧圆了 是不是 夸张 从耳朵 就是后来的晋文宫 春秋五霸之一 他在落难的时候 在逃玩的时候 被追杀的时候 戒子推 忠于他 跟着他 还把自己的 大腿的肉割下来 割骨 冲击 你要记住 不是割屁骨 割骨是割大腿 所以说晋文宫登上了 他的国君宝座以后 他稳定了他的江山以后 他要论功行赏 第一个闪的就是戒子推 戒子推 淡泊公民 他就逃跑了 他带着他的老母亲逃跑了 就跑到棉山里面 去躲起来了 找不到他 晋文宫的手下 给他收主意说 戒子推这个人很孝顺 你放火烧 他一定会把他老母亲 背出来逃命的 这样的 他不怕死 他为了保他老母 烧 结果 整个山都烧掉了 发现戒子推抱着他的母亲 母子两个烧死在一棵大树底下 是吧 那晋文宫很难受 就把这棵大树罚倒了 怎么样啊 做成了一双木鸡 据说是做了好几双 每天换一双 我们的主人 先人 祖先是穿着木鸡的是吧 去上朝之前 正好一逛 对着脚下说 诸下 我上朝去也 就是说 我记住你对我的 不叫教诲吧 对我的这个 平时讲的话 诸下 对人的尊称 就这么来的 哪有踩在脚底下的东西 会是高贵的呢 因为这个典故 出在这里 它就高贵了 这个准确性的话 你们再去看 万真奇的小说 故里三成 故里三成 总共就是六千八百字的小说 六千七百多个字 三个小小说 组成了一个短篇小说 讲了三个姓陈的人 一个是陈小手 陈小手是他的外号 他的手特别小 像女人一样的手 小小的 所以说他特别会治疗 妇女的蓝产 还有一个叫陈泥丘 他的水性特别好 像泥丘一样 在水里面 如鱼得水 还有个叫陈寺 一二三四的四 陈寺是 好像是李瓦将 可是他每年演摄戏 一年一次 他演向大人 向日葵的向 向大人 哎呦 姑娘 媳妇 就是大姑娘 小伙子 都喜欢看 连老太婆都喜欢看 尤其是姑娘 喜欢看 他的半相很英俊 结果他在演向大人的时候 每每每年都有这么几天 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以为自己就是向大人 他就写活了这么几个人 其中陈小手写的最成功 这个陈小手 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 他的手特别小 他干什么用的 你就知道了 捞人啊 然后有一个团长 住在一个庙里面 他有一个姨太太 大老婆不会生孩子 这个姨太太怀孕了 难产 死去活来 就请人去陈小手 陈小手来了 团长站在大门口迎接 团长是很傲慢的人的 平时根本不出门的 出门迎接 然后呢 这个陈小手果然很厉害 首到秦来 母子平安 恭喜他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团长说谢谢 叫附官陪他喝酒 然后分他的赏银 就是银元 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得了 比如说原来只要五块钱 五块钱已经很大的数字了 他就给他五十块钱 陈小手还请附官请他喝酒 吃宵夜 吃完了 他骑一个大白马 为了救人 抓紧时间 都骑个大白马 村子里的邻居都知道 马蹄声一响起来就知道 陈小手又出去救人去了 陈小手跟团长告别 团长又送出门去 小手的高潮 小手的结尾 高潮在结尾出现 团长目送 小手离去离去 在他的身影快要消失在他的视野里面的时候 他扒出手枪甩手一枪 妈妈的 我的女人也是你碰的 就这么一个阴毒自私冷酷的人 中国的文堂上有两个阿诚 一个就是这个阿诚 还有一个哈尔滨的 这个阿诚是北京的阿诚 还有一个这个阿诚是哈尔滨的 都是小说家 这个提土盘的阿诚 他当过知青在云南 也当过孩子玩 孩子玩就是当老师了 他在当知青的时候当过老师 像我 我当知青的最后一年也当过老师 我教明办的 就是明办老师叫初二 他写最有名的三个小说 就是树玩 棋玩 孩子玩 他写的棋玩 最早写的一篇是齐王 轰动全国 然后他讲这个 当明办教师的生活 变成小说里面的主人公 就是谢源 这课界里面的这个人物 现在黑了一点 这要亮 按下来就是谢源知道吗 公园的源 谢源 就他主演的这个 他演的这个孩子玩 他就讲这个被辣椒辣了一下 他不讲火辣辣的 不讲火烧一样 他说仿佛舌上啄了一边 你去想象一下 体会一下 这个舌头被鞭子抽一边 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语言表述就很准确 而且独一份 就像这样的感觉 一样的感觉 就像这样的感觉 谢谢大家